如果是年轻的听众 我真怕你不耐心能听这首王昭君 如果是在这个四五十岁以上的朋友的话 听起来会别有一番韵味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这个版本是属于杨燕姐 苹果花歌后早期的歌曲 可是对我现在的小伙伴 念泽歌手来讲 这首歌感觉有什么feel吗 从这首歌可以能够认识今天的特别来宾吗 从这首歌 我讲先刚刚的画面好了 刚刚这位姐姐 对这位漂亮的姐姐 在听这首歌的同时呢 她就摆出那个就是戏中的那种架式 对然后我听这首歌 我完全没有涉猎过这样的一个 曲目 对这样的曲目 第一次 对第一次 你是几年级生 我八十一年次 OK对 八年级生 对不对 我算七年 中兴老师 刚才看到我们的来宾 那个音乐一下 他的声段一期 哇那个手指 算是一指入魂 就让我们 一指入魂啊 对就是你整个人就是专注到一种 哇你会被他感动 然后就搭配那个音乐 你眼睛闭上你就觉得好像回到那个王昭君那种出赛外的那种一种心情的那种忐忑不安 好特别 身心灵老师 陈云 你看呢 我看到眼前这位美女啊 我的感觉 她根本就是整个表演就是她的生活 生活就是她的表演 她完全融入在她的表演艺术当中 所以她随处 其实有的时候一般的表演人她或许会在乎我今天在什么样的场合 可是我后来发现原来她就是这样在过生活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学习她真的把我们喜欢的完全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做自己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她是中国大陆来讲第一位穿剧变脸的女传人 还不简单在台湾她更是第一位她不只是在台湾国立戏剧 戏剧学院做老师 她也在应该是中立桃源那一带有个永平工商表演艺术科士老师 我们的陶秀华老师 欢迎你 谢谢台南老师 谢谢 谢谢你的盛情之药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歌王昭君 这首歌说起来哈 我二十多年前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刚刚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受特别的深哈 在台湾才听到这首歌是吧 对在大陆没有听到过 以前在大陆没有听到过 可是因为我们我是做戏曲的嘛 穿剧我从小就是学穿剧的哈 那这首歌的韵味它的唱腔的旋律 一出来我就感觉到它就是有那种戏曲的旋律的运运在里面 对对他就会带动我想起我以前在大陆演了很多剧呀穿剧的一些剧 但是它的旋律就特别的吸引我 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经常去那个 不管是我去上班哈去百合公司打工啊 那后来又去传统艺术学校哈就是说国立台湾续剧学 我自己开车哈就一直听一直就只要我自己在车上哈都一直听回到家里一直听 王昭君 那最少我想我可能听到哈到现在为止可能最起码两千次以上可能都有 我不再想 我觉得这个太入迷了让我当然我是觉得召军这个人物哈他本身就是一个呃 传世后人嘛 他就是说他就是为了国家牺牲自我哈自己愿意去就是说去到匈奴那边去合藩哈 这个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的歌又特别去看到他的很多故事 你讲的对你也是一个会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女人 哈哈没有那么伟大 那那你当年23年前左右对不对 嗯 1995左右嘛 对 你那时候来台湾真的是为爱走天涯吗 那真的这个是怎么讲嫁鸡随鸡吧 就是真的 四川女孩有这种传统观念还是普遍大陆在那个年代你们还会有观念 我觉得那个年代就有这个观念 哦那我要问一下陈云你有这种观念吗 有哎 有有有 对你第一次就给你老公到现在吗你跟我讲过 对啊就那怎么办呢 你少像你们这样了不起的女性掌声鼓励啊真的 敌规律这么高的今天你们都值得标扬啊 对不对 我怎么讲的始传话啊值得标扬啊 哈哈哈 你今天是不是想到我今天是史船姑娘 因为我也是版个史船人 我马上是史船人 所以说你看老乡见老乡 说去史船华来了 太亲切了 想到我们的陶秀华老师 他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他为爱走天涯 我可以问一下 这个男生 什么魅力 对 在当时 难道四川找不到这样的男生吗 还是你就是爱台湾汉子 你看我讲到 我觉得这个是上帝赐给的缘分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你的缘就是这样子 跟你就谱写在那里 可能是我后来成为基督徒以后 可能更明白这个道理 以前就觉得反正嫁及随机 反正就是缘分到了 就跟着来了 就这样子的 是 对 之后话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上帝赐的 好 因为其实现在陶秀华老师的身份 被统一名称叫做新著名了 对 他也不是当年那个什么叫陆配 大陆配 对不对 好 可是在那个年代 二十几年 他到台湾来说 听说六年 八年才能拿到身份证 有这样的规矩 而且在这六年八年之内 他还不能够任何打工 不然就被黑工 要被调回去 遣送回他的国家 是吧 想到这个就很苦 很可悲 他当时来的时候真的很可怜 我觉得那时候又不能让我们去打工 四年以后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凯能老师的 是在汉声电台上你的节目 对不对 央管 对 央管 对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都是公家电台 反正汉声电台可能我也 对 汉声电台我也上过 对 对 对 那时候就是 现在是什么电台 你知道了吧 原住民族民族广播电台 谢谢 谢谢唐学华老师 更清楚你们在八月二十三号又入围金钟奖 转声给你们鼓励 好棒的 好棒的一组 真的 棒棒棒 真的 好棒棒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的吧 我知道 因为我们的电台是木制的 很多像您这样的女生 尤其是妹妹 不是你了 就是有年轻人 不是有 她每次高兴就 打架 我就想怎么办 我又不能让她停下来 好吧 我们刚才电个电子一方万一 你没有关系 你妈妈那个手桌比较贵 其实你那时候到底等了六年还八年 我后来记忆是八年 八年 在八年中 说实在我偷偷去别人介绍我去基隆去教学 教舞蹈班 带了六个班 那时候从八岁到十一十岁 十岁到十二 然后就这样也带六个班 可是那时候打工去跟他教学 可能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不懂得他们的心里是什么状态 就是说好像会不会认为我是要去抢饭碗 我现在是想 有可能 所以当时我记得有一个老师 但是现在就不必再提那么多 就是我要吃那个便当 送给我的便当 给我吃中午 我早上去上课到下午晚上 那个便当都没有 后来 真的 胃痛 然后学生再带我到夜市上去吃 换句话说 他刚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被排挤 对 而且还有一点 你不可否认 六年二十几年前 大家看陆沛 大陆沛 那个眼光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没有那么样的正视看他 搞不好觉得 大陆妹 对 总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比较有钱 对 你们成大陆妹 对 会觉得他有所 一般的观念会这样会觉得 因为不是没有正派的 总会觉得你是为了这个男的什么而来的 为了身份证来的 所以我才跟他讲 陶秀华老师 你是为爱走天涯的 因为他在大陆有很好的收入 他又是国家一级的演员 川剧的名演员 他有他一定的成就 最重要是什么呢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有一个什么宝 大陆那个叫什么 像我们的老宝一样 你也有 有啊 社会保险 对 他的社会保险 因为我是在大的那个四川省 成都市川剧院 我们剧院那时候有五百多人的剧院 他要为了嫁这个台湾老公 要放弃那个 好像有一段时间要放弃社保 对啊 我在2008年的时候 就台湾政府强制我一定要就是选择 你要选择台湾台湾籍还是大陆籍 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吗 那时候我已经30年的艺龄了 可是我在 我那时候已经签 30年的社保那个艺术年龄了 其实我们到30年艺龄是可以退休的了 但是我的年龄没有到达 还年轻 对 我年纪不够 就办不了退休状态 可是办不了怎么办呢 我就选择当时是我要带我们台湾的艺术团 去宣威侨胞 我也接下了就是侨委会的这个 团长的任务 对 这个开始接下来就是去宣威侨胞 已经签了协议 就是我们的定金什么都交完了 但是同时这个下来怎么办 我就快速的去到成都 没有很多的思考 但是我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 我去了我的艺术团的时候 我说我要下我的户口 然后我就问他 我可不可以保留我的工作权 下你的户口是说你要撤掉你的户口 对 把撤掉我的户口 从大陆撤掉要入台湾的户口 台湾籍 但是我当时问了我的单位的领导 就是他们我说 我可不可以保留我的工作权 他说既然你的户口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的社会保险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肯定不能保留 但是我觉得我的眼泪一直流 我觉得好难过好伤心 很痛很痛 那你为什么要去撤掉这个呢 但是没有办法选择 我觉得就是我当时我先生就说 没有十全十美的 有一得就必有一失 对 所以那我就选择还是留在台湾 因为我觉得这块土地上面 我已经有感情 我先生有我女儿在这块土地上 所以说我就留下了 还有一个我接下了汉语文化剧团这个团长 在台湾 对 那我觉得有责任去 我师伯把它留下来给我这个剧团 我觉得我他当时就告诉我说 我认为你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团带动起来 那我就觉得已经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就选择放弃大 潘云你们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听懂 他为什么要放弃 对不对 你就要下次主动提问 我就要等你们提问 那你没提我就要讲 首先我比较好奇的是跟先生怎么认识 为什么认识之后 那扯脱了 不是 他这个气 我们一个一个来 因为他取消这个原因是因为 他在台湾的 他介绍台湾的团长 代表台湾去海外宣位调包 但是他是陆籍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那个时候的明文规定 是你只能二则一 你不可能是一个大陆的女生 带着台湾的团 说是去宣位调包 是台湾 所以这样逼着他一定要回去 去取消大家户籍 如果不取消 他所有付的定钱全部都要没收 那信用也没收 他先生当然说服他 算了有义得就有义士 好回到你的身上 对 那就是因为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魅力 除了这份工作之外 那因为这份工作跟你原本家乡的工作比起来 其实原本家乡的工作才是真正扎实的 对不对 对 很踏实 对我觉得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 其实我一刚刚到台湾国立戏剧学院教学的时候 同时很快 那个学校主任就介绍我去传统艺术中心做演讲 传统的24场的演出 对那第一次我就觉得我当时我还在其实那时候我没办法还在百合公司打工 接下来以后我马上放弃百合公司工作 那个百合公司老板说一定留我因为我在百合公司做事 我自己认为我是在不管在哪一个工作高位上我都是非常尽心尽力的认真的做 对没错 对 对 对 我就认为我当我拿到身份证以后我有信心 有自信 能够就是说 不管我 当时我还没考虑到 我接下艺术团之前 我就说 我可以来办个 舞蹈艺术训练班 这就是我自己的志向 当时我记得 我当学生的时候 我老师就是跟我讲 人家到40多岁的时候 就回到学校来教学好了 因为那时候 以前在学校里面 都是班上的前几名 都是经常老师 叫你出来当小老师 四川 他在四川川剧团 非常的优秀 不仅是唱作念打 文武花旦 都是他的专长 你知道吗 而且今天来到现场 等一下让各位看看 为什么那个时候 有一个说法 叫川剧变脸 是传男生不传女生 是不是还可以叫 传里不传外的 对 以前有这个说法 为什么这样的规定 因为这个 男女不平 在古时候 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是不是这样 古时候是这样子的 所以传男不传女 你后来为什么变成唯一的 后来我脸皮比较厚 学医的时候 那时候不怕丢脸 真的 就是喜欢 跑到老师家里去耐皮 老师教我妈 那老师也觉得我太可爱了 就是因为经常都看到 我在练功房练功 说实在话 我自己 对我自己很严谨 我当我从学校毕业出来 从四川省川剧艺术学校毕业出来 我每天坚持练功 就算我感冒了 我都会去练完功 以后再躺到床上去睡觉 这样子 说着说着 陶老师第二首歌就出现了 对花好月圆有特别感情上 对 这首歌呢 就是我在台湾刚刚开始 带动我出来表演的时候 然后我就接受了 中华老哥 中华老哥一个团队 他们邀请我 那时候 我刚刚去的时候 就是先把变脸带进去 然后我觉得我学了那么多的才艺 又喜欢唱歌 那我就是到荣民之家 全台湾的荣民之家 18个荣民之家 我全部走遍遍 老人愿 就全部走遍遍 那时候想到 老人是最喜欢周玄的歌了 哇 对 因为为什么呢 特别想到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也会想到我的老师 因为我的老师 他虽然后来是 川剧的表演艺术家张光如 他其实和周玄他们一起拍电影 拍了12年 所以我就特别觉得有感情 唱这首歌的时候 就唱给老人听 老人好喜欢 哇 他们都觉得 哎 就可以带动他们回想起 他们知道三十年代啊 四十年代的那些老人 那些荣民伯伯 他们都超级超级的开心 就一直给我掌声 给我鼓励 我就觉得啊 这时候我说 我也想再重新来听一听 我们来欣赏一下 正好是你要的 周玄的版本 月圆花好 啊 太烦了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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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